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餐桌上的坚持 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 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 用心守护环境 这里是绿色情报园 我是麦小田 微塑料出现在餐桌 大家可能不陌生 从海鲜食盐到饮用水 都有了它的踪影 现在科学家在蔬果也发现微塑料 今天你吃进塑料蔬果了吗 我们知道中国是农业地磨大国 塑料残磨是不是也种下危机 我们邀请胡让和环境科学专家来谈谈 第一位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的教授 许正一 许教授您好 您好 第二位是台湾林废气协会的创办人 孙伟兹博士 孙伯士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许教授 美国麻省大学和中国的山东大学 最近发表了一个研究 研究指出纳米的塑料在植物的体内堆积 您看到微塑料对于农作物生产 可能造成哪一些危害呢 我有把这一篇文章调出来看 让我发现它是一个起始的研究 怎么说呢 它在实验室的条件之下 给它很高比例的奈米塑胶调配的这个土壤 它主要是会破坏细胞的一些代谢功能 破坏本身的细胞的细节器官 所以当然影响浓作物的弹量 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这一篇研究来讲 有点言之过早 因为第一个 它故意把奈米塑胶的脾气添加得很高 到达0.1% 那这个在现实实际上是不太容易看到的 第二个 它用的是阿拉伯界 做生命科学研究 我们知道阿拉伯界方便做研究 它是因为它的基础组很少 所以我要筛检出来 看它的表现相对比较容易 阿拉伯界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所以研究人员 他希望在短期内可以看到 效果数据比较容易 但是不管怎么样告诉我们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可能会对植物产生影响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孙博士 我们知道最近意大利研究团队 在环境期刊发表了一篇研究 是关于蔬果中含有微塑料 这篇研究它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这篇研究它主要是挑了五种蔬果 它们就随机的到市场去采样 经过实验室的分析以后呢 它们就去推算出来说 在每一克的苹果或是每一克的蜗具或是每一克的胡萝卜 里面会含有多少个微塑胶颗粒 那它们这一个研究比较不同的就是说 一般定义微塑胶是只要它在5mm以下 我们觉得它微塑胶了 是 这是普遍的定义 对对对 但是它们这一次想要去看的是在10个micrometer以下的 它要去找0.01mm以下的微塑胶 差不多一千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公里的大小 所以以这篇的结论来看它们发现到的微塑料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到两个micrometer 那其实就是一颗细胞的大概二三十分之一这么小 是 完全可以沾进细胞里面去 是啊 那这篇研究它发现的这些蔬果的塑料含量 具体的数值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比方说苹果的话 在每一克的苹果里面 平均值是有19万5500颗微塑胶 非常的客观 将近20万颗了 将近20万颗 而且在一克的重量里面 对一克而已 它同时也以它们国人吃蔬果的习惯去推算说 那这样一天它们会摄取进去多少极小的微塑胶 那苹果的话 大人它们推算一天有141万颗 那小孩子的话有46万2000多颗的微塑胶 这一天当中的摄取量 一天一天里面的摄取量 那举一个比较少的蜗具的话呢 它的平均数是每一克里面有50550颗 是 那成人的话就是每一天摄取76500颗 那小朋友的话就是38300颗 那也有点比较接近 像是我们之前在讲说 我们一个礼拜摄取到体内的微塑胶 大概就是一个信用卡大小的微塑胶 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研究 它们发现说 其实我们在环境中的微塑胶量 可能比之前研究所推估的还要多非常多 是 当我们仪器越来越先进的时候 我们可以研究的那些塑胶颗粒的大小 越来越小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到以前还没有发现到的 许教授其实在欧洲也有研究指出 他们在部分的农业用地里面做调查 那就发现每公斤的土壤 大概检测到700到4000个不等的微塑料 这一部分您看到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直接跟间接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些塑胶微粒是进入土壤 那就直接对土壤的生态造成影响 比如说微生物 蚯蚓等等土壤里面的生物的冲击 那带来间接的影响就是说 土壤的特性变得对植物的生长比较差 或者对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的生物造成影响 孙博士我知道 其实在2019年的环境科学与科技这个期刊 他也刊登了一个类似的研究 探讨微塑料和骨壤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一篇研究它的一些相关发现 这篇研究的话 主要是用两种塑胶来做研究 一个是PLA聚乳酸 然后另外一个是HDPE 就是高密度的聚乙烯 那就聚乳酸对于植物生长的影响 他们发现说其实PLA这东西 它对于黑麦草的发芽率 以及它叶子的生长长度 都会有显著的影响 就是都会下降 除此之外呢 它发现高密度聚乙烯 HDPE会影响土壤里面的蚯蚓 体积大小 它还会让土壤呈现酸性 需要说土壤中的PH值降低 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那土壤酸化的话 从化学性的生物性的这些特性受到影响 比如说细菌怕酸 细菌又是土壤微生物里面最多的族群 那土壤PH值下降的话 细菌的活性跟数量就会下降 它取而代制的是真菌 因为真菌是不怕酸的 那真菌偏偏偏又是很多 植物病害的要来源 那这些微生物它的活性变差了 所以土壤它的代谢功能 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化学性的话 那当然PH值下降的话 植物比较难吸收土壤中的养生 需要说根据您的了解 土壤中的微塑料 它的来源有可能来自于哪一些管道 最具体的讲大就是覆盖的材料 中有道理的地膜 那这些覆盖材料就是防止炸草生长 或者保温 或者减少水分流失 减少土壤充实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来源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来自有机废弃物的一些堆废 比如说那个太空宝 是 在香菇吧 阳谷采收之后 处理方式呢 就是做成堆废 那太空包的那个包模 就是做胶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包裹性的化学肥料 或者要让肥料缓缓地 慢慢地吃出养分 所以它外层会包一些包裹性的材料 那这个可能也是来源 那最后一个来源 我想应该是灌溉水 因为这些灌溉水的灌溉系统 可能是来自家或是上游 那虽然灌溉水有定有灌溉水的水质的标准 可是目前这些灌溉水质是不会对 脱胶维力等等清新无感值的项目去做检测 孙博士 那就我们所知 其实目前全球农用地膜 有将近九成都是覆盖在中国的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的话 地膜主要的成分是聚乙烯 您看到它暗藏了什么样的一个危机风险 聚乙烯的话 其实它的原料就是跟塑胶袋一模一样的原料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农用地膜 它今天是在太阳曝晒很严重的地方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碎裂化 那即使不是的话 它本身也会慢慢的降解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块 那因为聚乙烯它任何生物都没有办法去分解它的 所以在农地上覆盖这一层聚乙烯以后呢 随着时间它就会变成越来越小块的碎片 可能会混在土壤里面 可能会再继续变得越来越小 那就可能会再产生类似微塑胶的一些问题 孙博士我们知道中国就针对农用地膜的国家标准做了修订了 那这个标准要求说农用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0.01mm毫米 其实发达国家规定是厚度要在0.02mm以上 其实标准是比中国来得高的 您当中看到什么潜在的问题呢 越薄的话它就越容易破碎化 颁布这样的法令之前 可能真的要去研究看看 就是说0.01mm在常用的作物种植的范围 它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维持多久而不会破碎化 孙博士我们知道塑料里面会添加化学添加剂 那这当中的化学添加剂 它是不是有可能释放进入土壤当中呢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有一些会加塑化剂让它变软嘛 比方说我们家具里面有很多的塑胶里面是有加阻然剂的 塑化剂或者阻然剂也好 它其实都是平常讲的荷尔蒙干扰素 它基本上对于动物是有害的 除此之外 塑脚本身是属于清油性的一个物质 所以它在河水跟海洋里面 它会特别容易去吸附同样是清油性的一些物质 那这些物质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有机污染物 所以当它经由各种方式回到我们的土地上面的时候 它自然把这些毒素释放出来 只要说那土壤中的重金属其实有可能是被微塑料吸附在当中的 对 有些塑胶微粒它颗粒小到是可以开始带一些电荷 那这些电荷是带负电的 那重金属通常吐在环境当中通常就是带正电的 所以这个是它可以吸附的原因 可是如果要跟现在的土壤中金属无关的来源去交的话 由透过塑胶微粒吸附重金属而影响大规模或严重的土壤中金属的话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只要说您刚刚也提到关于灌溉用水的问题 根据国际的统计资料发现说全球河流的微塑料的排名 前四名是长江 印度河 黄河和海河 中国就占了三个 中国根地面临的微塑料危机 是不是相对的比全球来得更显著了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尤其是华东与南主要的主石 跟台湾一样是水道 那水道的话那当然不要灌溉水就很大量 那透过水的缓地的话当然影响的层面就很大 但如果我们用土壤 塑胶微粒跟中国 这三个词当关键字 在一般科学文献的资料库输入的话 就发现这个研究报告已经超过5000篇 所以从这些数量来看就是说 它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 科学者才会去研究它 除了灌溉水盐之外 那我们知道中国它也还在使用水 处理的这些水或者是污泥 还有堆肥等等 当然是塑胶微粒潜在的风险 孙博士 根据调查长江口的水表面的漂浮的微塑料 每立方米有高达4000多个 那长江流经的重庆到宜昌这一段呢 它的水体发现的微塑料又更高 大概每立方米有将近5000个 是否会间接种下植物寒素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呢 当然的啊 而且像长江又是非常长的一条大河流嘛 它的河水里面会有这么多的微塑料的原因之一 可能也是因为它上游经过的地方 比方说有一些塑胶废弃物的不当处置 使得塑胶垃圾跑到河流里面 这些东西进入棍盖水田以后 它一定会附着在土壤里面嘛 如果它的大小是够小的话 它就非常有可能会经由植物的根系的孔洞 被植物吸收 许教授 那么现阶段的话 农地又该如何来强化 图壤中的微塑料污染的防控呢 第一个一定要先从科学面去建立完整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们调查的还不够多 甚至呢 用的方法都不是非常的成熟 是 下一步可能才需要提出来说 怎么样的去应用 但是以我多年从事土壤跟环境科学的概念来讲 分散风险就是降低这些危害的一个基本态度 吃东西什么都是接触什么东西呢 就是分散 不要让机率变高 什么是那么您的观点呢 那知道了这些科学的基础以后 接下来怎么样去减少 现在已经在土壤里面 或者是灌溉用水里面的那些微塑胶 水或者是土壤 目前都有人在研究一些微塑胶移除的方法 举一个例子 他把铁粉跟油混合在一起 去跟那些有加水的土壤去搅拌搅拌搅拌 这个时候就会把土壤里面清油性的那些微塑胶吸到铁粉和油的这个部分里面 然后最后你再用磁铁去分离 那当然这方面只是刚开始的研究而已 然后当然也是等待这些 把微塑胶从土壤或是水里面分离出来的技术 能够变得更简单 可以变得更大量化 那可能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方向 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 微塑料从餐桌上消失 这里是绿色情报园 我们下周再会